我說國民黨硬一點 要對誰硬一點 對這個 郭董 硬一點 今天 我不知道這個站能按多久 我不知道這個站可以按多久 按一個讚 這是什麼 虎頭雜是不是 對對對 按一個讚 好不好 我們幫這個 主席按一個讚 但不曉得這個站可以按多久 因為搞不好明天又說什麼 其實我昨天隨便講的 我們不會雜不會雜 大家好朋友 可是今天 郭董 不是不是郭董 吳主席 被問到了 郭董 還有王敬平院長相關的話題 就說看起來現在好像 他們要中秋 有人說中秋起義 不要鬧了 那叫造反 不是中秋起義 那叫中秋造反 在九月 大概初到九月中的時候 就會造反 沒錯吧 我這樣講不好嗎 應該對吧 滿精準的吧 起義是做好事 造反是做壞事 應該是中秋造反 然後大家去問主席 說主席真的要等到11月嗎 真的要等到9月17以後 才要對他動手嗎 該拿的黨紀處分 昨天中常委通過了 只要你違反了相關規定 就是黨紀伺候 就是黨紀處分 開除或撤銷 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今天大家就去問主席了 說主席 你確定您的這個虎頭雜 有沒有 吳主席守在這 他已經拿著那個雜刀了 虎頭雜 要這麼晚才拿出來嗎 會不會太晚 那等到11月嗎 好啦 吳主席今天給了一個 給大家有點振奮的答案 他說違反黨紀就照規定處理 說不定不用等你登記參選 只要你連署 就會觸犯黨紀 觸犯黨紀的話 虎頭雜就伺候了 之前我們說這個楊秋新 還有這個陳鴻昌 那時候是用狗頭雜 那郭董比較 或是王院長 假設我說假設 地位比較高 用虎頭雜 好不好 黨紀可能 你連署就開雜 不要忘記了之前 這個老虎軍團有沒有 郭董老虎軍團 到處連署 到處連署 然後是郭董回台之後 說謝謝你們 連署可以稍稍暫停 記得這件事吧 你不要問我說 老虎軍團跟郭騰雲沒關係 那韓本去罵人 跟韓國瑜什麼關係 所以老虎軍團 如果不要害郭董的話 別再連署了 今天以前我們既往不救 以前連署算了算了算了 但今天以後別再連署了 因為主席已經講了 連署就有可能會觸犯黨紀 今天主席話講得很白 講得也滿重的 希望想搞新年三的人 要聽懂了 不是你絕對不是 你絕對不會 縣長 我要給吳主席 這樣的回答我鼓掌 因為他講的就是很明確 你只要連署 去登記連署 你就是代表你要參選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 到了11月份真實的報名之前 還有幾乎兩個月的時間 你這樣讓外界根本認為 國民黨就是分裂的 對選舉對國民黨 當然是最大的傷害 所以吳主席今天講這話 我要給他鼓掌 你反正去登記連署 我就用黨紀處分 黨紀處分是什麼 就是開除黨籍或者撤銷黨籍 這種重的沒有什麼好講的 沒什麼好講的 而且國民黨這次的初選 我要再把總統這次初選 國民黨初選裡面 我再稍微敘述一下 黨中央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跟任何一個 五個人參選 初選的人 去跟他有任何的溝通 或者有任何的去協調 甚至講任何一句話 當時大家講說 黨中央怎麼都沒有話說 黨中央就要保持我的立場的 公正超然 這個也招人家話講 但是這樣公正超然以後 結束之後 請問這五家民調公司做出來 公不公正 超不超然 大家都心服口服 每一家還做到3000個樣本數 五家15000個樣本數 有效樣本數 所以有史以來 坦白講中華民國沒有一個初選 能夠辦得這麼公平公正的 你還要再講說 對不起 我不接受這個結果 我一定要出來參選 還在那邊勾來搭去的 當然大家有意見 其實國民黨我要坦白說 在這一陣子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默契 對於有些人想要在這個中間 製造一些混亂 想要去參選的 違紀參選的人 我們都是尊重 我們都不出惡言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幾乎都不出惡言 我們自己都不出惡言 你看 朱立委員不講什麼話 我也不講什麼話 張雅宗也不講什麼話 韓國也不講什麼 什麼壞話 對不對 我們都是鼓勵他 我們都是說他們有大智慧 所以我基本上來講 吳主席今天來講的話是對的 你還要忍到什麼時候 那以後你怎麼帶國民黨所有的人 讓大家心服口服 你怎麼樣說服全國的老百姓 心服口服 所以我覺得 我完全贊成 應該這樣來處理 好了 之前都不講要開閘 肆無忌憚 跟王晉明不錯啊 這個跟郭台銘很好啊 跟柯文哲 823加油加油加油 一起照相 不說我真的以為他們曾經是參加過823 嚇我一跳 一說了 就有人會怕嘛 就有一些這個 嚇阻的作用嘛 所以王院長都說 幹嘛 為什麼要砸我 我從來沒有說我要脫黨啊 對你都沒有說 那拜託你別做 留下來就好好的團結 也不要留下來 私底下還搞七點三 跟人家過來過去 這樣也不好 王院長這樣說 我們是肯定的 對你沒有說要脫黨 所以為什麼要被開除 沒有要開除你啦 你如果不去跟人家弄來弄去 不會開除啦 所以院長你也別誤會 不是說現在要開除你 沒有 只要您留在國民黨裡面 那沒有問題 大家都是繼續為了同一個目標 來努力 可是院長從善如流 但郭董 兇 這就是霸氣總裁 霸氣很霸氣 他怎麼說 今天吳尊毅一說 你連署可能就違反相關規定 郭董立刻透過發言人告訴我們說 國民黨要怎麼做 我們無法控制 但國民黨要思考 這樣對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黨 中華民國跟黨的利益 是不是最好的 郭董 我不是主席 但我應該可以稍微回答你一下 是 像你們這樣子的人 在裡面亂 亂的結果 你們要跟人家怎麼樣 就把你們請出去 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這絕對是最應該做的事情 否則呢 難道還真的讓你 也掛著國民黨的黨徽 跟韓國瑜一起去參選嗎 你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嗎 還是換掉韓國瑜 讓你去選 這樣會比較好嗎 我覺得我們就回答郭董的問題 不然這個玉民委員 你覺得這不是最好的嗎 應該是吧 對 我想其實對於國民黨來講 就是要清清楚楚的 國民黨現在提名的候選人 叫做韓國瑜 這件事情不容挑戰 這件事情也必須明確化 前一陣子我覺得主席 包括我們相關人員的發言 都會是採取比較是呼喚溫暖的 都希望說整合沒有到最後一刻 就是不放棄 所以是希望說 可以到最後一刻還是可以整合 所以大家都口不出惡言 但是你說就國民黨的運作來講 一個黨 你接下來總統大陵跟立委 是要打仗的 就一個軍隊來講 你打仗 你這個黨紀不夠嚴明 你黨紀不清楚 你怎麼打仗 你會變成是一場混仗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覺得黨中央很明確的表達立場 就是說一旦有人 就是去登記 或者是展開連署 那就是違反我們的相關的黨紀 那就是要開展 我就把原則講清楚 其實是一件好事 到這個禮拜也該講清楚 上個禮拜大家還希望 有一些整合的空間 但是眼見的 越來越多的訊息 看起來這樣的一個整合 其實越來越不可能的時候 我覺得黨主席 站在黨主席的高度 把這件事情的立場明確化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過程 這跟中華民國的未來 是沒有關係的 就一個國民黨的黨主席 本來就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對國民黨來講 其實現在此時此刻 最重要就是說 把這個韓國瑜就是 總統候選這件事情 完全確立 包括地方要參選的這些立委 大家也建立起這樣的共識 然後大家才可以真正變成是 排開來是一個陣仗 就像今天在高雄市議會 就是黨團 然後包括韓國瑜陣營 他們開記者會的陣仗一樣 就是要一字排開 大家都是同一個陣線 要用這樣子的一個陣法 一起來打仗 所以包括之前參加初選 你說像這個周錫瑋縣長 像朱立倫市長 都應該要把他們 就是通通這些力量 都要整合在一起的 不是只有韓國瑜一個人在選 是國民黨 韓國瑜是代表國民黨出來 所以所有的人站在他背後 然後挺他 然後共同去打贏這場仗 我覺得該是要把正式 擺出來的時候了 以我劃分要清楚了 對 現在我覺得已經走到 這個階段了 大概就是大家立場分明 真的兄弟要登山 靠自己去努力跟打拚 不是靠說對方要不要讓要什麼 這個在此刻的階段 我認為已經是過去式了 其實我覺得事情 情勢走在這裡 不要講說郭台銘 被郭台銘跟王錦平院長這樣子弄 現在韓國瑜可能都很難贏了 對不對 因為大家覺得氣勢有點卸下來 但是他有分好幾個階段 就在這兩天 所有的三支箭射出去 要反手圍攻 然後農曆七月也快過了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OK 這是一個比較 看到很多網路上的 都關回去了 沒有 因為七月十五號 國民黨提名到現在八月底 整整一個半月 就是人格毀滅戰 不斷有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國家機器 反正就什麼都奇怪 來 巴黎島照片二月拍了 你也不用 現在就掉出來 都是這些人格毀滅戰 你又說謊什麼的 但是接下來 提出國政願景的同時 也會有更多的 之前六月的那樣子的 造勢大會再回來 我看到網路上就在講 說還會看你講說 造勢大會再來的時候 明天就會高了 你以為我看政治20年 是看假的嗎 台灣有一種選民是 是歸歸歸大兵 覺得好像已經潰散了以後 他就會 他可能不是說 就不愛韓國瑜 在民調的時候 他就不表態了 可是等到氣勢之後上來 而且可能團隊又回來 虎哥也站上台的時候 大家又講 他氣勢之後上來 民調一定會再上來 這是很簡單 不是說我現在又騙大家 把民調上來 這是我對政治的觀察 同樣的 我也跟大家 早就講過了 7月15號那兩天 我自己主持廣播 今天還有來上城河龍 我就跟大家講了 那個時候韓國瑜是44% 我就說這算是最高點了 以後會往下掉 我當時就這樣講了 對不對 因為初選效益 6月蔡英文最強 7月中韓國瑜最強 現在剛剛又正講的 幾個可能對郭台銘 比較友善的30幾% 這是郭台銘 民調最高的時候 他林表下去 哪表都開始要往下掉 惡夢又要開始了 這一個月以來 一個半月 7月15以後就沒有看到郭董 只有出來跟大家敬禮 我跟大家補充一個東西 我剛剛必須要講 因為小米偉人站在這邊 你看 當這個場面出來的時候 我就剛剛就問問了一句 好像都沒有王清明院長似的 我跟王院長很熟 他也對我很照顧 但我必須要講一件事 如果王清明院長去支持郭台銘 獨立參選 離開國民黨 當然就有可能有黨基礎分的問題 你說我現在什麼都沒做 所以安娜 不是什麼都沒做 是很多該做的沒有做 觀眾朋友現在聽 因為我們跑真正新聞 王玉民委員是國民黨負責去立委 他身兼負責幫國民黨政策辯護 輔選大大小的事情對不對 還要給黨補助款 每個月都還要給錢 王院長是第一名 你今天不趕快把行程排滿滿的 十個行程有八個是在幫 有73個立委選區 還有總統參選 你不去打三天你就不應該 說得好 你要跑來跟柯文哲握手 你想想看 如果王玉民跑去跟柯文哲 我跟柯文哲也很熟 我現在不是說不能跟柯文哲握手 手會怎麼樣 癢癢 柯文哲說你都衝他扛 這是立場 對 狐狸對不對 狐狸 獲敵 如果王玉民委員跑去跟 非國民黨的 就柯文哲 今天這個王玉民黨換成王玉民 後面有人講說開除王玉民 會 會 搞不好把他們都被開除了 好 那只是握手其實也還好 對 王玉民委員覺得不會 因為不分區立委不是這樣的 不分區立委就是黨最精英的人才 要幫黨的政策辯護的 很多人我好幾年前協篇文章說 不分區立委100%是為黨辯護的 還有人不懂 那個什麼御用記者亂寫 不是我不懂政治 是大家可能沒有那麼了解 區立委是民意 他有時候這個地方就是 就像林淑芬 民進黨的 地方給他的五股如洲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牢記法 他就不去投票了 黨下令他就不要 因為他是區立委 你真的敢開除我 我還是立委 可不分區立委就是黨委託給他 是政黨票的 他要100%執行黨的意思 要不然我可以不要做 這個黨跟我不同 好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所以王院長其實不是說 如果到時候他去幫了以後 不能砍他 不但是之後的那個狀況 必須要開除 如果他去幫了郭台銘 郭台銘又林表的話 現在其實就有很多 其實王院長應該該做的事情 這也是我肺腑吃野 因為王院長你是不分區第一名 你是帶著所有的 應該要去幫忙的 幫國民黨的總參選 跟幫國民黨的立委參選 這個王院長的部分講到這裡 第二個 我在講說只要9月17 郭台銘總長去領表 不用等到11月18或22 那個禮拜去登記 917領表當天就應該要開除 這個說法不是看到吳敦一講說 你聽到吳敦一講 你剛剛講不然都要出路 917就處理了 其實我根本沒有管 吳主席怎麼說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ABC 大家去想 天經地義的事情 2000年的時候 有一個新台灣人團隊 學長在這邊最清楚了 那時候宋楚瑜要選 國民黨提名連戰 我沒有辦法我就是離開 要不然我就等你開除 現在很簡單 我幫大家解讀這一點 剛剛又真的在講 國民黨要怎麼做 我們無法控制 國民黨要思考這樣 對中華民國跟對黨的利益 是不是最好 他的自以為就是 有一種贏叫做我覺得我會贏 韓國瑜現在危險 難道你們不要買一個保險嗎 我郭董我來我會贏 所以我來參選你還要開除我 說不定我才是讓參議員不選的關鍵 他的意思想要表達這個 我跟大家講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因為這樣的跑出去 這黨不團結了 所以現在韓國瑜也受挫 但是他會力圖振作 我相信他會再把國政提出來 把願景拉回來 把氣勢再照上來 不一定完全輸 可是現在看起來形勢 的確就是有一點 也跟香港反送中有關 可是我可以很明確跟大家講 郭蔡明董事長他領表 最後去登記然後參選之後 不管是兩咖都 或者是他跟蔡總一對一 他都不會贏了 好 我再講一次 郭蔡明董事長就算沒有韓國瑜 他跟蔡總他以為他會 民調不是我很高嗎 我們內參民調我還是贏 大家記得嗎 7月15號初選前 他還跟館長陳真講過 99%會初選過關 99.99 5.9 郭董當時你找的民調公司 是不是騙你了 之前有一大堆的民調 郭董在初選前是第一名 內參民調 你又以為你贏了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不管是PK跟蔡總 或者是撒卡都 郭蔡明董事長不會贏 為什麼 很簡單一句告訴你 因為200萬的鋼鐵韓粉 是不會投給郭蔡明的 因為你跟韓國瑜 已經鬧翻這種程度 而且7月15之後 你也逼著要跟韓國瑜見面的機會 人家說要跟你見面都不見了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 只有所謂暴災一起死 就是欲食俱焚 所以看起來是有恨意的 這種狀況是他剛剛就講 黨就必須要有態度了 既然是這樣 黨就要有態度 這看起來 我覺得90%郭蔡明董事長 可能是想選 可是很簡單 想選不難 100萬投下去 28萬要贏非常難 而且看起來這一局 郭蔡明董事長出來選之後 他是沒有機會贏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得到 國民黨的正統 你也沒有辦法去說服 你初選並沒有贏 然後你還要跳出來 你是為了中華民國 最重要的是結果你贏不了 如果結果能贏 你說韓國瑜差一點點 蔡英文沒贏你就我贏了 那又是另外一個光景 那個幾率可能只有千分之一